杜宇蒙接着说道 关键是我们要真正拿到他的证据 我们虽然不是冲着他的这类问题来的 可如果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 照样有用 你们想想 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 即便他是个处长局长什么的 在正常收入的范围内生活 哪来的钱在外面包养那么多的女人 如果我们能拿到证据 就完全有可能从这里打开缺口 一直坐在那儿看电视的穆大勇 像是根本就没有关注杜宇蒙他们的谈话 其实杜宇蒙他们的所有对话 他都听到 而且记在了心里 他开口说道 杜姐 金伟东已经告诉过我 他说 他在关局长那个女人家 看到的那个小女孩 与他爸爸的合影照片上的男人 看上去 就特别像关局长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发现 我们必须想办法 去验证他的真假 如果 金伟东的感觉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那我们办的这个案子 就有了出路了 我同意这个想法 我们需要再 还没有等杜宇蒙说完 电话响了起来 杜宇蒙说道 我先接个电话 他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了 省检旅东检察长的声音 杜宇蒙 你给我打过电话 我是给你打过电话 你没有接听 是不是 有什么急事啊 吕宇东问道 我是有事 想和你说的 说到这儿 杜宇蒙看了看 房间里的人 像是感觉 说话不太方便似的 说吧 有什么事 我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 好不好 杜宇蒙说道 你在开会 也不是 我是有点私事 想向您汇报一下 那就现在说吧 一会儿 我还要开会 有个案子 要联业研究 吕东说道 穆大勇等人 已经看出了杜宇蒙的尴尬 于是站了起来 示意金伟东和张某然 我们先走吧 找个时间再谈 杜宇蒙向穆大勇 他们同样示意了一下 让他们坐下 他对着手机说道 吕剑 穆大勇他们在我这儿 我是私事 本来不想让他们知道 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 那我现在就说吧 吕剑 我爱人已经从国外 回到省城了 刚回到省城的当天 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从加拿大 打过来的 说是我儿子 在加拿大的洛基山脉 旅游的时候 被鳄鱼咬伤了 说是当时正在抢救 吕东打到了 杜宇蒙的电话 那现在怎么样 脱离危险没有 问题是 这个电话过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们和儿子也联系不上 他所在的学校 只知道他出去旅游了 并没有得到他出事的消息 我这几天 就是在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度过的 我非常担心儿子是死是活 说到这儿 杜宇蒙已经一点也没有 刚才看到金伟东 拿张柏然开心时 那般的情绪了 他的眼角像是湿润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 需要去加拿大吗 吕东问道 这时候 穆大勇起身 将开着的电视机关掉了 他们几个人的目光 目不转睛 看着杜宇蒙打电话的情景 最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想在最快的时间飞过去 几天过去了 我的情绪稳定了一些 吕姐 这是我的私事 我之所以向您汇报 是因为下一世之中 我有个并不清晰的想法 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 说出来 我听听 吕东那边是爽快的 吕姐 我和我爱人通过多次电话 我们一起分析了一下情况 我爱人离开加拿大之前 见过我儿子 他是知道我儿子要去旅游的 而且是去洛基山脉的风景去旅游 而他查过了 打到我家的那个电话 那是从远离洛基山脉的 沃台华打过来的 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些蹊跷 你是说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吕东已经明白了杜宇蒙的话 我是说 这会不会和我来银海 办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这时候 水海洋也推门走了进来 他看到了房间内紧张的气氛 似乎是屏住了呼吸 走到了杜宇蒙的跟前 穆大勇和水海洋等人 都围站在杜宇蒙的身边 继续看着他和吕东对话的情景 你是说 你儿子也许并没有出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有人 别有用心 你说呢 吕姐 但愿如此 如果真是那样 那你儿子在国外 就一定是安全的 那就是有人对你去银海 极其敏感的 这样做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 想利用这件事情 让你离开银海 从而打乱我们的计划 乱了我们的方寸 这也是 这几天加拿大那边 一直再没有什么动静 才让我产生的想法 我也希望 真的会像我分析的那样 我宁肯增加一倍 乃至几倍的办案难度 也不愿意电话里 说的事情会发生 说到这儿 杜宇蒙哭了 他接着说道 吕姐 你能理解我吗 杜宇蒙 能 我能理解你 我完全能理解你 你不要太着急 我这边也想想办法 设法弄清楚 加拿大那边 是否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好 谢谢你 吕姐 电话挂断了 杜宇蒙先事与木旦勇他们坐下 他自己走进了卫生间 洗了一把礼 又走了出来 他什么也没有说 坐在了茶几旁边的椅子上 张木然先开口说道 杜姐 刚才我们进到你房间的时候 根本就想不到 你心里还装着这么大的事 没办法 我心里着急呢 可糠到这儿 我也不能马上就把你们扔在这儿 把腿就走呀 张木然站起来走到杜宇蒙的跟前 靠在杜宇蒙的身边 用手拍了几下杜宇蒙的肩膀 他说道 你真行 杜剑 顶住 顶住杜剑 穆大勇说道 也许 我们最初的感觉是对的 不仅是已经有人知道 我们介入了银海问题的侦查 而且还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 否则 他们不会知道你儿子在哪读书 去哪旅游 即便有人就是想制造这样一个谣言 那也需要提前了解好情况 再设计好了如何操作 这才能下手 这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 也许 时间会说明问题 如果像刚才分析的那样 那再过一段时间 就什么问题都会大白于天下了 金伟东说道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我开始是不想当着你们的面 和吕蒙谈这个问题 是不想因为我的这件事情 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那就尽量当着没有这件事情 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结果的 说海洋 张晓峰家属那边的工作 已经没有必要再做了 杜宇蒙说道 那条线索就不用考虑了 那天张晓峰遗体火化的时候 他爱人根本就没有到场 听说他爱人的精神几乎失常了 现在就算是张晓峰的家属 精神没有失常 我们也很难找到他 他在什么地方 不仅是我们 就连他的邻居们也不知道 看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准备的对手 显然他很可能是被人有意识地转移了 邻居们只是知道张晓峰家出事了 可知道张晓峰出事之后 根本就没有人看到过他的家属回来过 更没有人知道他会去哪 这年头 邻居来往的又比较少 就连月球上 土星上有什么都可以知道了 可作为邻居 在一个楼里住上几年 还不知道对门住的人姓什么 是谁 水海洋说道 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这条线索李勇的价值已经不大了 好在我们现在又杀出了一条路来 金伟东 你把你和张默然的工作进展 跟大家说一说 大伙一起听一听 杜居蒙说道 金伟东把他和张默然这两天的工作经历 又说了一遍 说得不细的地方 张默然又不时地做了补充 金伟东和张默然说完之后 杜居蒙接着说道 说海洋 怎么样 找到你的战友没有 我始终也没有见到他 还是应该想办法 通过他了解了解 那天通车典礼上发生的事情 他毕竟是公安局的 对于这样的事 或许会知道的多一些 杜居蒙强调着 说完之后 杜居蒙又一次做了部署 正在这时候 他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 他准备去接电话 水海洋站了起来 说道 杜姐 那就先这样 你接电话吧 杜居蒙一边接电话 一边点头 其他人都离开了 电话是杜居蒙的爱人打过来的 江天告诉杜居蒙 关于儿子的事情 仍然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暂时还不能回加拿大 即便是回去 也无从下手 从谈话中 杜居蒙似乎感觉到 江天像是有些疲惫 他问道 江天 你是不是不怎么舒服呀 没有 刚回来没多久 事情多一些 更主要的是 儿子的事情 让我太牵挂了 我可能还不如你坚强 说到这儿 江天沉默了 也不一定是这样 也许 是我比你忙的缘故 忙起来还好一些 我刚才把这件事情 向省检的旅东检察长汇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江天多少有点不解 你自从告诉我电话 是从沃太花打过来的 我就怀疑 这不仅是有人 特意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和我来银海办案有关 否则 没有什么必要 非得把这件事情 告诉别人 咱们上次通电话的时候 我就怀疑 会不会是恶作剧 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我没有把这件事情 和你联系起来 我不知道你办的案 这案子的具体内容 我也就不可能这样想 你已经向旅警汇报了 他怎么表示 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么说 你办的这个案子 很可能牵扯的人 比较重要 江天问道 现在还说不好 怕是比较复杂 那好 那你就多保重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首先是要保存自己 其次才是消灭敌人 我会注意的 你也要注意身体 好好照顾自己 我刚到这儿 什么头绪还摸不到 暂时也不能回去 照顾不了你 只有你自己照顾自己了 这一夜 杜云蒙比前几天晚上 睡得踏实了许多 在银海市西海岸的一处 山巒环抱之中 一处别样的建筑 让人看起来有几分别致 这座建筑已经建成很久了 只是没有使用而已 没有人知道它是哪家公司建造的 也没有人知道 在这远离繁华市区的地方 建造这样的一座建筑留作何用 这天的上午 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了这里 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神鹰房地产开发公司 将把这套建筑 赠给银海市慈善总会 作为慈善医院 仪式并不复杂 在医院的门口挂满了各色彩旗 一个冲起彩虹门 高高悬挂在大门口的正前方 一些从各方面请来的代表 端坐在大门口的会场 还有一些 不知道从哪请来冲出的学生 也是端坐其中 就等着市领导到场了 市里来的最大的领导 是分管规划和城市建设等工作的 副市长汤昭蒂 他是最后一个到达这儿的 他平静地走到了他的座位前 市慈善总会会长刘洋 主持了会议 汤昭蒂副市长成了会议的主角 他高度称赞 神音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慈善之举 而捐赠慈善医院 给慈善总会的神音房地产开发公司 老总尽希望 也在会上讲了话 剪彩过后 捐赠仪式也就算结束了 汤昭蒂副市长 在不少局长大人们的陪同下 走进了大楼 当他看完了一楼正要往二楼走的时候 早就有人挡在了楼梯口处 引导副市长坐电梯上楼 说是怕副市长太辛苦 当整个参观结束的时候 汤昭蒂和几位局长 还有慈善总会的领导 一同驱车前往 位于市中心的迈哈顿酒店 在二楼的一个大包间里 慈善总会会长刘洋 跑前跑后 安排着各位就坐 最后 他自己坐在了汤昭蒂的左侧 而他的右侧 坐着神音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 尽希望 汤昭蒂看了看周围的其他人 他说道 我们今天的这顿饭 可不能用善款呀 明白明白 我们是专款专用 从来就不会滥用善款的 刘洋说道 今天的账我结 晋希望说道 我就知道你晋总办事 总是有原则的 汤昭蒂话中有话地说道 这是因为和你汤副市长 打交道 总是不会让我吃亏的嘛 晋希望同样另有用意地说 那是因为 你为我们银海做出了贡献吗 汤昭蒂显然是打起了官腔 宴席很快开始了 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 酒桌上热闹了起来 这时候不断有人起身 前来为副市长汤昭蒂敬酒 酒已经喝过了数轮 酒桌前的人们开始焦头截耳 汤昭蒂又一次举起了酒杯 得坐在旁边的晋希望说 来 我代表市政府 对你为我们银海市做出的贡献 再一次表示感谢 听到这儿 晋希望联盟站起来 哎呀 汤副市长 您这说哪去了 我还得感谢你们才对 要不是你们 说到这儿 他又似乎觉得不太对劲 他改口说道 要不是你汤副市长 我也做不了什么 是你给了我很多方便 我尽希望才有了今天 来来来 汤副市长 还是我来敬你一杯 还没等他们的杯碰到一起 汤副市长又说道 坐 坐下 坐下喝嘛 晋希望坐了下来 这时候 两只酒杯碰到了一起 晋希望一口 把一杯酒倒进了嘴里 汤昭蒂也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口 这才慢慢地说道 我听说 下一个目标已经有打算了 那是当然呀 下一个目标是月亮海湾的一带 我还是希望汤副市长 能够一如既往 给我们企业多提供一些方便 时间就是金钱嘛 眼下房地产市场的行情非常好 我们作为房地产开发商 最要紧的是要抓住机遇 眼下的房子价格上涨迅猛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商机呀 你们做的大 我们的税收也多 这也拖动我们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嘛 我们市政府当然会全力提供方便的 唐昭蒂说道 欢迎订阅 谢谢眼镜 大家先听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